大家好 最近看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视频 就是一个印度的小伙到中国来旅游 他的所见所闻 关键是他的标题非常的吸引我 他认为中国领先印度70年 我最感兴趣的是 他这个视频后面的评论区 他会不会遭到印度网友的网报 其实这个印度小伙他的所见所闻 对于我们中国人来说也是平淡无奇 就是一个流域表面的一个城市一日游 但是没想到在印度观众的群体里面 赢取了巨大的波澜 这个视频的话在印度 应该是播放量非常大的一个视频 就是几十万的观看量 我们看一下他在中国在长沙看到的什么东西 首先他到了长沙到了步行街去吃小吃 他事先做了攻略 就是长沙的小吃主要有三样 第一样就是叫油堂八把 实际上就是我们成都吃的糖油果子 另外一样就是臭豆腐 还有一样是烤肉肠 烤肉肠因为是猪肉 印度人不管是穆斯林还是印度教徒 都是不吃猪肉的 所以说他就品尝不了 他感觉还不错 味道就有点像印度的街头小吃 我在印度的时候有时候肚子饿了 也在街边去买那种油炸的那种食物 印度满大街都是 也不知道是些什么东西 反正就是买来 因为油炸的嘛 相对来说干净一点 你吃其他的 那很大的概率都会拉肚子 但是油炸的 因为它那个炸的非常的透 相对来说还好一点 租用了一个共享电动车 但那个电动车有自动感应的功能 它如果感应到你骑车人没有戴头盔的话 那个手就打不开 所以对他印象最深刻的 就是中国的那种铁路交通 并且他过来的时候 从长沙机场到市区 是有一条那个持悬浮列车的 接下来这个小伙就到了市中心 一栋高楼大厦的下面 没想到那小伙 功课还做的挺足的 这是中国电信 可能在长沙的那个办公大楼 非常的高 当年也是一个标志性的建筑 他开始夸赞了一番 这个建筑非常的漂亮 但是在我看来的话 也就是一般般吧 中国比它漂亮的大楼多了去了 原来人家是做了功课的 原来在去年2022年9月16号的时候 这个大楼起了大火 火势非常的凶猛 据说当时有超过1000人困在大楼里面 但是最后都得到了营救 奇迹就在于没有任何人伤亡 更让这个小伙惊讶的是 大火之后第三天开始 这个大楼就开始修复了工程 到现在也就是一年的时间 但是整个大楼里完全看不出 曾经被大火焚烧过 这个印度小伙 站在中国电信的大厦下面 对中国工人的工作效率 大家赞赏 并且发表自己的一通高见 就是说中国人 他们是晚上不休息 都一直在工作 这一点显然是误解的 因为中国实际上也是有规定的 晚上是不能施工的 另外中国人有个特点 他们热爱工作 他们只想赚钱 来改善自己和家人的生活 他们不会fight with each other 他们不会内斗 像印度人这样内斗 他们不会为了宗教而相互内战 最后这个视频的亮点 就是他到了高铁站去坐高铁 给大家展示了整个高铁站的 这种复利弹簧 他叫那个高铁叫bullet train 就是子弹投列车 进去了以后 给印度观众展现了 这么明亮 这么宽敞的车厢 还有那个座位跟座位之间的 距离非常的宽敞 这在印度是不可想象的 如果有这么宽敞的地方 中国人就是坐两个人 如果是印度 估计有十个人 在这个空间里面 因为印度的列车 我是坐了很多次 我在印度旅行的一个月 也几乎都是靠列车 在周游整个印度 所以做印度的列车 TPS过铺的那种夜班车 应该是不下二十次吧 所以深有体会 然后他对中国列车的速度 最高速能超过三百公里 也是赞叹不宜 最大的一个亮点 最冲击印度观众的灵魂的 就是高铁上的厕所 是他们闻所未闻的干净 那个马桶 各种设施应有尽有 还有接开水的地方 放行李的地方 整个车厢 就是在运行期间 是没有人走来走去的 大家都坐在自己的位置上 这对印度人来说 也是天方夜谭 印度任何一个车厢 那不是挤着个水泄不通 那可能行李架上面都是人 可能这一点 让印度观众是 觉得难以想象的 可能对他们冲击是最大的 不管是视觉 还是灵魂上的冲击 所以这个小伙子 最后站在车厢里面 说我认为 中国领先印度70年 大家有什么意见 欢迎评论 我以为他会遭到网报 接下来我们看评论区 说实话 印度观众真的是 非常的大气 我们来看一下 我就是按照顺序 这样一条条来的 我没有挑选 排在前面的 就是那种点赞 然后回复比较多的 有的是作者本人点赞的 都排在前面 我就给大家展示一下 印度观众的 对这件事情的一个评论 第一条评论 因为它是印第语 所以说它有翻译 翻译出来的中文 就是说 他认为你说的对 印度的博士也认为 印度要赶上中国 需要70年 你百分之百的正确 我认为 印度跟中国 应该更紧密的合作 中印之间的问题 都是英国人给我们带来的 接下来 在下面的回复 有一个人说 你如果看见一个 池塘里面 有两条鱼在打架 那肯定旁边 就会有一个英国人经过 非常有意思 很幽默 接下来这一个人 就进一步的发挥 你如果看见 有一个英国人经过 那旁边肯定有 两条鱼在打架 这也是英国人的 惯用的计量 他在任何地方 他只要殖民过 当他离开了以后 他就会流一大堆麻烦 让后来独立的国家 相互之间争斗不已 他说我并不妒忌 我们的邻国中国 他们的富裕 他们的繁荣 我真正妒忌的 就是他们的铁路 这么的干净 我发誓 在有声之年 我要努力的奋斗 让我们印度 也能像隔壁的发达国家一样 我们的祖先给了我们自由 我们一定要给我们下一代 未来 并且他最后用了巴拉特 就是现在印度的莫迪 一直想把自己的国民 从印度改成巴拉特 应该是具有一组 民族主义色彩的 一个标志的一个名称 接下来这个评论 应该是来自于 欧美国家的英语观众 我非常感谢你的视频 有英语的字幕 看到你的视频以后 我才发现 西方主流媒体 关于中国的宣传 充满着偏见和错误的信息 除开基础设施不说 光干净程度 中国已经是领先印度一百年 下面有一个评论说 实际上更多是超过了一千年 实际上这条评论 就戳中了印度观众的痛点 就是印度的卫生状况 确实这是一个外国人 这叫印度最头痛的一个问题 你不管到哪里去 是找不到公共厕所的 所以说印度人真的就是水利大小便 连女性都是这样 这个是我亲眼所见 即使有时候 比如说你坐长途汽车 到了一个休息站 休息站有厕所 但是你没办法进不去 没办法下脚 那个地上全是死了 你不得不再随便找一个地方 就解决了 这确实是印度的现状 即使坐火车都是这样子 平均我每次都还是坐的是 沃普车 硬做的话 那简直是全到处都是人 可能厕所里面都挤的人 你没地方上厕所 也不知道印度人 他们都是有一个刚肾 他们是能够挺住的 但是我们中国人是受不了的 所以说我都是买的 沃普票 沃普票是有厕所的 但是厕所也很简陋 就是一个蹲坑 然后有一个水桶 有一个勺子 就是你要自己拿那个勺子到水桶里面去摇水来冲 这就是印度基本的一个卫生状况 所以说印度观众对中国城市的清洁程度 特别是铁路上面的清洁程度 确实是三观净毁 没想到还有这么干净的地方 所以他们主要争论的焦点就在于这一点 有个印度观众说 那不仅仅是街道这么干净 道路这么干净 他们的那个小吃店 也比印度干净一百倍 你看那个小吃店的店主 在给客人拿食物的时候 还戴着手套 这个印度也是没办法想象的 有一个观众就说 实际上中国的农村 可能比巴基斯坦和孟加拉国还要涨 这肯定就是不坏好意的 但是最后他会遭到反驳的 我们再看下面 希望能有中国的旅行博主来到印度 但是现在去不了 印度人可以到中国 现在中国人去不了印度 这是非常不公平的 实际上我也很想去印度 但是现在不给中国人旅游签证 包括其他的签证 现在卡的也非常的严 Who is cleaner 谁更干净呢 这并不重要 重要的是要发现 我们卫生状况那么差的一个根源 应该是根出贫困 马上就有人在争论 你认为有了钱就能改善吗 实际上主要的症结 还是我们有没有这样的意愿 他们在讨论印度的卫生状况 以及怎样来改变 有一个人他看来对中国的情况还比较了解 他说中国这时候有这么干净 是因为他雇用了大量的清洁人员 然后是到晚上的时候 夜深人静的时候 在进行清扫 这个需要大量的钱 并且中国人他也不需要水利大小便 为什么 因为到处都是厕所 你认为印度的妇女 他们喜欢当街大小便吗 是因为他们是找不到厕所 你要让他们忍多久 他们有多么超人的意志来忍住 所以这件事在印度的一个现实 不管男女都是当街大小便的 有一位观众在评论 不仅仅是水利大小便 你看 印度人是到处扔垃圾 什么东西都扔 即使连垃圾轻运车 他们装满了以后 他们也会向街边去倒垃圾 真的是非常的糟糕 想想都非常的糟糕 然后接下来 这一位就在反驳 刚才那位 他认为巴基斯坦跟穆加拉国 比印度还糟糕 你为什么要提这两个国家 难道你认为印度的农村 比他们更好吗 印度城市的贫民窟 实际上比全世界大多数国家的农村 更加的糟糕 这个人又在反驳 你去过穆加拉国吗 这是全世界最糟糕的地方 每年有一万穆加拉人逃到了印度 就是他们比上不足比下有余 他们能够找回至尊的 主要也就是他们的两个邻国 巴基斯坦跟孟加拉国 可以从这一评论很有意思 也可以看到印度人 他们的一满老百姓的一些心态 你在其他渠道你是看不到的 英国人给我们挖了很多坑 又把那个责任全部推卸到英国人身上 接下来这一条的话 他也是说 实际上最让我震惊的 就是这个城市如此之干净 接下来这一条评论 也代表大多数印度观众的心声 我希望这个视频 能被更多的印度人看到 才能让他们意识到 我们的政府是多么的腐败 我们的媒体是怎样被有钱人控制 亚洲最终会成为全世界主导的力量 应该摆脱西方势力的控制 接下来这个评论也说 齐指70年 我们是比中国落后了100年 绝对正确 希望中国和印度能够携手 建设一个更加富强 更加先进的亚洲 这就是印度观众 关于这个视频的评论 本来想可能这个年轻的印度小猴 会遭到印度观众的网报 他居然敢说 中国领先印度70年 没想到得到了大多数 印度观众的赞同 反对之声寥寥无几 所以从这个也看得出来 印度观众的素质 和印度观众的大气 现实也确实是这样子 确实印度 特别是在卫生程度上面 跟中国真的是差了一个世纪 但是我认为 如果印度经济真的高速增长的话 赶上中国也并不说 像印度观众这么悲观 实际上中国的卫生状况的改进 也就是最近20年前的事情 我们作为 我们这一代人 实际上在30年以前 中国的卫生状况 实际上跟印度也是差不多的 也是差不多的 那个公共厕所也是没办法下脚的 所以印度人也不必如此悲观 真正只要把经济搞上去了 我觉得这些东西都会随之迎刃而解的 好 这期视频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谢谢